實際卡運第一題這一題 好 題目說 這個 Y 等於 12 跟這三個圖的焦點 分別在 A1 B1 C1 這些圖裡面 那麼請問你 A1 B1 A2 跟 B1 B2 C1 C2 的大小關係為何 好 那我先說原本應該怎麼做你知道嗎 原本應該要畫圖 那不好意思 我就懶惰 因為我這邊也有畫其中幾個 Y 等於還有 1 B2 我把它改成 1 B2 好 那你記一下喔 剛好就是我們的那個紅色 藍色跟綠色分別是 1 B2 B2 對不對 好 那我把圖稍微截圖一下好了 在這邊 我把它縮下好了 在這邊就有了 太好了 剛好在這邊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有了齁 好 那它說還有一個 Y 等於 12 我們再多畫一個 Y 等於 12 好了 好 Y 等於 12 的話 你對過去 它剛好是不是只有這幾個點 有看到嗎 有看到這幾個點嘛 對不對 好 我們把它做截圖好了 好不好 方便我們做這個練習 等一下 你就看到這個很猛 這個還不錯的那個方式 等一下喔 好 圖 把它拉過來 好我們把它做一下對照一下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方便你去判斷了 但是我先說 你想要畫一個簡圖就好了 你不用說像我這樣子要畫得那麼精準 就畫大概就好了 好那 這邊你要稍微自己記一下 它講的那個x平方指的是誰 指的是紅色的部分 然後最外面那個是誰 最外面那個是綠色的 所以這裡應該是c1 c2 然後紅色的話是x平方的 所以這裡應該是a1 a2 然後裡面那個最小是2x平方的 所以是b1 b2 那所以考試的時候 當然畫圖是一個方法 你也可以直接判斷 就看數字就知道了 數字越小的開口怎樣 越大 所以最大的是誰 c1 c2 所以這個答案你可以直接就寫a 這邊告訴你 證明給你看為什麼 這樣子OK嗎 可以了齁 好